大家好,我是超子,每天发潮不知道吃什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懒人板电饭锅板米焖饭,饭菜一锅出,做一锅饭和菜都有了,简单营养又好吃 首先,准备一碗大米放入盆中,加入清水,用筷子搅拌均匀,稍微浸泡一会儿 准备一个红色的盖子,把板栗放到里面,用刀在上面改十字花刀,这样可以防止板栗在切的时候逃跑 安全第一,不要伤到手,用这种方法将所有的板栗处理完,起锅,做水,放入板栗,开大火烧开锅 开锅以后,在锅中煮三分钟左右,也可以采用蒸的方式 煮好以后,用照理捞出,放到冷水中净凉,利用热胀冷缩的道理,让媳妇或者老公把皮去掉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挑选哪些小个子的油粒,皮比较容易剥 利用这个时间,准备自己喜欢吃的蔬菜,香菇,洗净,切成小丁 胡萝卜,同样切成小丁 少许洋葱,切成小块,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去皮的板栗,同样切成小块 再来少许青豆,腊肠,腊肉,材料全部备好,接下来开始制作 起锅,放少许油,油热以后,放入腊肠,腊肉,煸炒出香味 把腊肉的油炒出来,这样吃着香而不腻 腊肉炒出油以后,放入洋葱,煸炒出香味 接下来,再放入香菇,胡萝卜,开中火在锅中,煸炒一分钟 把香菇,胡萝卜炒至断生 一分钟以后,再放入板栗,青豆,简单翻炒拔辣两下 少许生抽,盐过边连入,提前提味 一点点老抽,调下底色,增加酱香味 然后加入一碗半清水,米跟水的比例是1比1.5 也就是说,一碗米需要加入一碗半清水 这样蒸的米饭软硬度适中 放入一小勺盐,少许胡椒粉,少许蚝油调味 开大火烧开锅,开锅以后关火备用 泡好的大米放到电饭锅中 把大米晃晕晃平 倒入调好的汤汁和各种蔬菜 放到电饭锅中,按下米饭键,做得美味 为了更烟烟好吃,我们可以再煎一个蛋饼 起锅,锅烧空气,烧至茅烟以后,放少许油 煎用油,里面过得全身 油热以后,倒入打好的蛋液 煎好一面,趁其不备,翻过来煎另一面 安全第一,不要把蛋液固到脸上 煎至四面金黄以后,把鸡蛋倒成小块 炒香,炒散以后,盛出控油备用 时间到,先开盖子,满物飘香,太难就流口水 放入煎好的鸡蛋,撒上米的小葱花 搅拌均匀,一道超级好吃的板里面饭就做好了 有菜,有肉,有饭,有蛋,菜饭一锅出 原来人生如此美好 学费的同学,点完赞,赶紧同机首来,舍坐一下吧 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